当张忠谋先生回到台湾之后创造了台积电 那时候台湾在全世界的地位非常的小 是一个做代工的国家 大家认识张忠谋 但是却对台湾非常的陌生 尤其在高科技行业的这个行列当中 大家不相信台湾 那张忠谋如何在大家不相信台湾的同时 让台积电能够读书一格 他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他知道台湾拥有非常勤奋的人民 他知道台湾有很好的创意 他知道台湾制作晶圆晶片的能力读书一格 可是没有客户一切都是假的 他邀请了最有名的Intel的董事长 执行长亲自来到台湾 当初是因为他们两彼此的交情 加上他拍胸腹的保证 他认为你只要亲自来看一趟 你就会相信我所讲的绝对不是假话 这个Intel的执行长也亲自飞了一趟台湾 当他看了台湾整个工厂的制程 流程设计技术能力他非常的开心 因此决定了把他们的代工交给了台积电 而台积电也因为Intel这家公司的品牌 由于Intel都交给他 其他世界大厂相对的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顿难之间让台积电的业绩暴涨 各位伙伴们各位老板们 当你发掘你就是一块普遇的时候 你不知道如何将你的产品价值推广出去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够借力用创意用品牌用行销 让我们自己打得更加响亮 今天我们台积电利用Intel打响了知名度 而你会用什么方式让自己更好 我想有许许多多的东西 其实都在书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想法 给我们创意 所以欢迎各位伙伴 真的不要离开读书 更欢迎你成为我们读书会的一员 如果你没有时间 我读给你听 我会将所有的重点一点一滴的告诉你 除了给你功课 也引导你去思考 如何让我们生意未来越来越好